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這三位男藝人 在平時上通告時都會穿些什麼 就是你覺得你很有品味的 我自己認為這樣 你確定你打開這個斗篷之後 大家一直哇一聲 你自己可以順出一個邏輯 不是 等等美人姐 她還沒有打開斗篷 她的鞋就不行吧 對 這是鞋還要騙外行 這是LBJ LeBron James 什麼東西啊 這是味道耶 我每次跟他講LBJ 人家都跟我說劉寶傑 那打方Jance限量款的球鞋 可是穿在你的身上 真的會很夜市 250 我覺得跟這斗篷還蠻搭的 那配斗篷蠻搭的 麥當勞叔叔 來喔 各位 3 2 1 哪裡啊 好糟喔 這套子要瘋開了 怎麼那麼瘋啊 沒有沒有 這是我 而且內套不出彈 你解釋一下這一套好不好 我跟你講 我這一套呢 是兩年前比較密集的上節目的時候 那時候流行韓風 肚子好大 就是韓國巨星一定都要穿這麼憋 不憋是不行的 因為要緊身合身嘛對不對 可是人家裡面有六塊肌啊 而且韓國巨星也沒有大肚子啊 你在學什麼韓國巨星啊 而且我覺得 我身材不像 那我衣服像就好啦 背心也太小了吧 對啊 這背心 根本扣不小 以前小五隊都穿這種背心 小五隊是什麼年代 上衣外面也太皺了吧 躺下好剛好 對啊 人家人魚線 沒有什麼線 而且你不覺得 點對這個花式 看起來畫龍點睛 太娘了一點 點個B 他們真的 美人姐你最公道了 你這套衣服有被讚美過嗎 我啊 我讚美 他無語了 你以外的其他人 一般女藝人都 可是男藝人看到我這樣穿就說 讚讚讚 什麼 我跟妳講這說好朋友 誰 怎麼樣說Paul 張克帆 然後小鐘也讚美過 對啊 你站著就這樣 你坐著這件衣服怎麼辦 爆炸 那就是你要深呼吸啊 我坐看看他坐著會怎樣 也不會怎樣吧 就這樣而已 會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你這樣做我真的好想跟你買豬肉 好噁心 去弄給你喔 你說到底誰 你說你自己稱讚 還有男生朋友稱讚 還有 張克帆 小鐘 你媽媽喜歡嗎 我媽媽喔 我媽是有一次真的打來罵 是真的 OK 他說 他說我爸爸叫我不要這樣穿 所以他把當年的流行元素都放在身上 對 可是卻沒有創造風格 因為身材不一樣 就不一定要穿那個風格的衣服 好 中平你覺得他穿得怎麼樣 這個 你說實話 我說實話 對 這真的是 我感覺那襯衫很像雅雅的 沒有啦 這是我的 你的背心一定扣不起來對不對 因為我們身為藝人有沒有 身為藝人真的就是要把自己的優勢給穿出來 讓大家看了之後 我說去公道化啦 我覺得他的衣服的搭配這樣子其實沒有什麼搭配 對 是對的 只是能換一個就對了 對 中平 你說藝人要把優點表現對不對 對 來 來 你的優點看看你的優點 年多必失啊 中平 對 對 今天這你自己配還是畫然配的 這個是我自認為我最喜歡的一套衣服 那因為 因為平常呢 我喜歡那種男生有一點男人味的 男人味 漂亮 然後還帶一點那種頹廢的那種成熟男人 漂亮 頹廢 性格 說得好性感 是頹廢還是殘廢 感覺跟周明哥完全不一樣 兩碼姿勢 我剛剛本來想到 讓我想起某一個人 後來我發現我如果講這個人 電視前的觀眾朋友大概十幾半都沒有人聽過 誰 雅蘭德倫 我知道 我知道他 對 他就是有品味有點頹廢 對 我喜歡頹廢的 可是每個人如果頹廢餐得不好 會變臘散 會變髒 流浪汗 對 帶著一點那種不拘小潔 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頹廢還是 臘散的王中平 臘散 有夠臘散 阿伯 阿伯 公務員 公務員 這是什麼 比較阿伯一點 你這件外套 感覺可以長那個牛髒汁 真的 阿伯 拿去養他臉 這到底是什麼主題 這因為是 古著嗎 你不覺得就是那個男生有沒有 那種穿起來有一點那種 工廠的那種味道 可是你既然上半身要這樣的風格 為什麼你的鞋子也會配一個這麼有 鞋子也會配一個這麼有 牛酥的 好奇怪 對不對 你不覺得把這塊牛酥拿掉好太多了 好多了 其實這雙鞋 提醒中鞋是流行的 那這塊大家不要看好不好 這雙其實是木村拓哉的著 是喔 對 著用 木村拓哉 木村拓哉 真的 就是有一點木村拓哉的那種 他最近在播的那個日劇的那種風有沒有 完全沒有 有沒有 差好多 他也是穿著那個白的那個T恤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 鍾明哥太黑了 可是你這件外套有幾年的歷史 這個喔 20年 其實這個外套是 是爸爸的 你不覺得這個是 爺爺的嗎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啦 這好像就是吃這個 中藥粉倒到上面 對 轉過來背影讓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人家故意的 你可以轉一下 他好像從土裡面挖出來 對啊 口袋有點太平了 不是他把褲子穿太高了 我覺得 對 感覺屁股太高了 因為喜歡穿高一點 因為有不安全感 小時候有沒有 有些男同學很壞 會這樣子給你拉 對 所以你覺得拉高一點 比較有安全感 可是這樣感覺屁股太奔耶 他應該回去把那個 劉書剪掉 而且他的牛仔褲是年輕人的款式 是喔 不適合 而且也是很久沒洗的 我們不能當一下 因為你上衣是骨著 是喔 你下面就跳痛了 這個 可以啦 你已經穿這樣可以了啦 可以的齁 你的程度 你的程度 期待不高 這樣就很 好可憐 鞋子真的不行 鞋子等一下搭牛仔蜂一點 或是怎麼樣 那下次我再換個鞋子過來 OK 好 謝謝 或者他其實可以去買那種 那種 Timberland的那種 對啊 高筒塞進去 會比較對進去 好 侯昌明請出列 唉唷 不得了了 唉唷 你智希現在應該是很爆錶對不對 爆錶 跟前面兩位比起來 我一打開 我們光看到他的鞋子跟褲子 就不想拆了 鞋子是他自己搭的 打開之後你們會發現 我就是金城武了 跟前面兩位比 不得了啦 金城武數嗎 來囉 好 來 二 三 這就是你皮牆的樣子啊 夏天穿衫是放過很多次啊 我好像是耶 而且你好像在穿白褲子 而且你坐回去 你放那麼多就救他了吧 而且這個皮帶怎麼回事啊 白褲子也太透明 毛丁真的有脫落 不是 你的皮帶是泛黃了吧 什麼什麼 這皮帶是泛黃 泛黃對不對 這個皮帶它是故意做這個顏色 你懂不懂貨啊 下次我帶你去買 那是古著嗎 不得了啦 因為如果你太白 你那顏色沒有層次 穿這個很危險你知道嗎 很危險 要看這個地方 有時候如果不小心 有一點低到的話 對啊 你不小心掉進水裡面站起來 哇 一團黑 不會耶 我很小心 所以夏天穿衣服 這個是你一天都穿襯衫嘛 對 這些衣服都是我幫他搭的 如果我沒幫他搭 他自己的觀念很特別 譬如說 所以今天是你搭的啊 基本上他這些衣服都是我跟他說 只有鞋子是我自己穿的 你這件衣服可以配什麼褲子 什麼衣服配什麼褲子 所以我就是跟他說最簡單 最單純的顏色 但他如果 如果我沒跟他說 他會紫色的上衣 配紅色的褲子 可是亞萊總會給他配球鞋 這是他自己搭的鞋 鞋他自己搭 他自己搭的 不是啊 因為你跟我說 你也可以穿白色布鞋啊 白色布鞋有很多種啊 你可以穿高筒的啊 他每次都喜歡穿這一種 因為你沒有說完整 是不是 可是我覺得 下次搭不好看嗎 布鞋還OK耶 布鞋是OK的 其實我覺得布鞋OK耶 布鞋OK對不對 我覺得OK啊 這叫年輕人的Style 我覺得還OK 我覺得都是 東西都OK 我覺得都是人的問題吧 對 重點是忍的 對 蔡明哥先把揭露 來 說半天我們三個的問題 就是人的問題 都是人的問題 對 是你們三位有沒有真的 曾經穿衣服 常常被自己老婆批評的經驗 我老婆是很會穿搭衣服的人 她每次就 奇怪我怎麼穿 她都覺得不OK啊 我們在家裡面 我即便穿短褲啦 然後搭配那種內衣有沒有 她也覺得不OK啊 她覺得在家裡面 就應該要穿好看的 然後不要讓視覺覺得很不舒服的 當然啊 這是做老公的道德 禮貌 你有會穿錯衣服鬧過笑話嗎 我跟你講喔 我應該算今年吧 我今年多衰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去幫那個醫美做代言 大家想說我怎麼會幫醫美做代言 對不對 沒有 因為她覺得比較有說服力 因為我現在皮膚比較緊緻嘛 有嗎 有嗎 有 真的有 有有有 我有發現 音波拉提啊 一般人打六百發就要八萬 那因為我代言的關係嘛 他給我打一千六百發 然後就被媒體拍到嘛 我就穿了一件那個綠色的軍外套 那正好那個時候不就那個學運嗎 林非凡的這個標準的穿著 網友就說 說我東師校評啊 幹嘛去學人家穿啊 我覺得他們也沒說錯 對 然後就說人家穿得很好看啊 穿得我身上就不行啊 有照片嗎 我們看一下 有有照片這一件 對 欸 真的很林非凡耶 哇 真的好像 你那一件嗎 就是頭髮都好像 好像耶 連頭髮都像 對 那我覺得委屈在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 其實這兩件不太一樣 但這個我那段時間都是穿這件跟那一件 對 我這兩件衣服 我是去年 我跟潘若迪去逛這個四銀夜市的時候 對 那潘若迪呢 我忘了在這邊不能講潘若迪 等一下 OK 都過了 聽我講 你很奇怪耶 潘若迪的眼光 潘若迪的眼光 你也相信 他的服裝 你也相信 你不能折不到人家 就講這種話 好啦 都試過境遷了 美人姐不知道 他跟潘若迪在一起過了 對 這一次好不好 幾年前啊 一孩姐 他們兩個啊 對啊 雖然差起來 那潘若迪就跟我講說 今年流行軍系的 軍風這樣子 他就拿了兩套 說 來 這個你穿OK 所以我那一 我意思是說 我去年就買了 而且去年我上節目的時候也都有穿 那今年我再穿也不為過 那老實講 我還比林非凡先穿 因為我去年就穿了 對 然後 可是人家穿紅了 不好看 沒有人被注意到 可是人家潘老師什麼身材 加油看 太笨了 我穿這個人家都說我像將軍 對啊 像將軍 好像頭 你幹嘛自己站上去啊 就像將軍 沒有啦 將軍啊對不對 我看你像僵尸吧 穿起來還不錯啦 坦白說 但衣服真的 再換雙鞋好嗎 我暈啊 真的好想吐喔 不錯啊 不過真的那段時間 林非凡那件綠外套真的是 而且 就只有林非凡 穿好看 穿起來好看 對不對 OK 其他人真的會 即使你是五年前買的 也會被講動詩笑評 我想不光你而已啦 但是 綠色真的不称你的膚色 潘若迪真的不是你的好朋友 對 皮膚有點暗沈 皮膚整個暗掉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花花在這個圈內 跟藝人談戀愛真的好尷尬喔 對 其實大家都已經 早就分開那麼久了 而且都各自婚嫁了 還要 還要被這樣的人消遣 而且其實當事人已經沒事了 是旁邊的人 就會覺得 你看他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我真的已經 你當初分手有分得很難看嗎 沒有吧 也沒有啊 還好啊 和平的分手 沒有嗎 沒有啊 你很煩喔 沒有啊 他把我演說 講清楚 你跟你說什麼 你聽到什麼 他真的想知道 你聽到什麼 你真的想知道嗎 我真的想知道 你真的想知道 你快點講 他在想 他根本沒有講 他現在在思考嗎 他說 最後的疼愛 是把手放開 好煩喔 好煩喔 好爛喔 無聊死了 我們流眼淚吧 哭哩 花花哭哩 沒有 我是笑哭 太好笑 都過了 都過了 對啊 那 周平哥 那個 我覺得就是說呢 我對服裝的要求 有我自己的那個 一致性 然後 有一次 因為我那個出專輯拍MV 那拍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有一套衣服 我穿起來很好看 因為 像有時候我們去晚會啦 就是 穿這樣太樸素了 那我曾經就穿這一套去 然後那個主持人就 就跟我說 我是不是去工廠 剛下班回來 就直接去 上舞台去 還蠻像的啊 這蠻像 這蠻像 舞台有一些 舞台的元素啦 對 可是你把舞台的衣服穿到日常生活也很奇怪 很恐怖啊 亮亮的 那變成說呢 因為我就很難買 因為我穿的那種太亮 太Bling的話 又不像我 然後我終於挑到一件非常 叫Bling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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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叫Bling B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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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捲舌啦 Bling Bling 我是要講Bling 然後跟Bling 然後呢就是我這樣 我很喜歡 那就穿著它 就被那個 上節目就被浩然 還有上那個被笑 這樣子 笑什麼 像說我穿這樣子有點像孔鏘老師 有帶這衣服來還是照片嗎 有有有有帶過來 就這一套 把它換上去我們看 那你換看看 這件 哇 哇 那個水色 那是一條龍嗎 好可怕 那是一條龍嗎 不過穿起來真的比較亮耶 比剛剛那一件好 果然是Bling 我覺得外套沒有問題 是水鑽 那個鑽有問題 水鑽有問題 那個鑽有問題 沒有 因為就是今天這個 裡面這一件沒有搭配 其實正常的話 裡面我還會有一個亮的 白色的 不要再亮 不要再亮 出來只有燈光一打 閃閃發亮這樣子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穿白肌鞋 所以可以的 不要穿那一件 不要太多了 對 對 那個水鑽可以拆嗎 應該是可以吧 用剪刀把它剪掉 那老實歲耶 那為什麼會像孔條老師呢 他們可能就覺得 我會這樣太秀的味道 沒有孔條老師 有時候在 這台都穿 藍色的西裝外套 我覺得你就看這件 那件真的好暗 這件真的好看 這件好多了 好看耶 可是這件 你看這件多好用 還是可以那個 丟在這裡 待會兒捲起來 還OK 還是一樣的顏色 顏色不會變 工廠視察服 如果是這樣 對 蔡明哥你呢 被罵過嗎 沒有我 我穿著其實 我除了在錄影以外 工作之後 我都很輕鬆的穿 那但是呢 雅蘭她有時候 看我很不順的地方是 我會看活動的場合 譬如說 有一次我去參加公益活動 那公益活動很多人 她希望說 那你可以穿我們的T恤 我說OK 那去既然要換她的T恤 我就隨便穿一件T恤 牛仔褲 因為反正要換他們的 反正要換你的T恤 但是這樣子 就被老婆 就一直嫌說 你很丟臉耶 我說為什麼丟臉 因為我去換她的衣服啊 她說 那你這個公眾人 你怎麼去那邊 你怎麼會穿自己 這麼邋遢就去了呢 因為她認為 在路途當中 你也會遇到任何 對 不相干的人 有的可能要跟她拍照 之類的 可是我跟你講 除了那一次以外 要換她的T恤 就是換活動的T恤就算了 可是有一次 我每次要參加一個公益活動 然後她就問對方說 那我要穿什麼衣服 然後對方就說 沒關係 輕鬆就好 輕鬆就好 對啊 你知道她多輕鬆嗎 她就穿一件T恤 牛仔褲耶 她說人家就說 輕鬆就好啊 休閒就好 她真的就這樣穿 然後我女生比較 會在乎自己穿著 所以我一樣是穿個洋裝 然後穿個高跟鞋去 然後你知道我們一到現場 她整個傻眼 因為大家都穿得好正式 好隆重 只有她一個人 穿T恤 牛仔褲 很正式很隆重 然後所有的人都在看她 結果是 不是公益場合 是工技場合 不是啦 對啊 我覺得那一次是她們傳達 我覺得很奇怪 她說輕鬆就好 我不曉得大家怎麼穿成這樣 可是輕鬆 我知道我當場叫經紀人外套脫下來 沒有 那種話都隨便聽過 公益當然是穿得滿認真 對啊 很奇怪 因為你是一個藝人 職業道德啊 對 而且很多人都說公益活動 然後我們就會猜說 那是不是可能就是 因為沒有錢 可能我們就有人會隨便穿 可是因為我之前就有去過 也是一個公益的晚會 然後我就先打聽說有誰會去 因為他們也說隨便穿嘛 可是我不相信他們 所以我就打聽有誰誰誰 然後我就知道說 那大約會穿成什麼樣子 對 千萬要小心 千萬不能隨便穿 對 到底他們穿的什麼 被這些女人講成這樣呢 我們要不要看一下 是 因為他們今天穿的還是拜託 還是上節目的喔 被你們寫成這樣喔 接下來我們要看他們平常 自己下來穿著好不好 那三位去換裝一下 OK 我們要問一下這個天團 你們有沒有碰過自己的老公 真的就像剛剛提到 其實一些正式的場合 但是他們穿的很奇怪 就像我老公 他每次去參加婚禮 喝人家喜酒 他一定要打扮像喬治克隆禮 要有袖扣 然後也要有啾啾 然後白皮鞋之類 那是正式喔 結婚的場合 然後一去人家以為他是招待 其實我們只是喝喜酒 然後穿那麼正式 每一場都這樣 很像主持人 他說這個是一個尊重 這本來就是尊重啊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穿牛仔褲或一個襯衫 也許就OK了吧 因為喝人家喜酒 不需要搶到人家的風采 就這麼古書 因為我是其他人喝喜酒 太輕鬆了 去喜酒穿西裝有什麼不對 是正常 可是我看好多女生去喝喜酒 都穿小禮服耶 對 對啊 我覺得以國情而異吧 在國外喝喜酒 女生一定穿禮服 像我先生也是啊 他那時候就是我朋友結婚 然後他就是穿黑色的背心 而且黑色的褲子 然後皮鞋 沒問題 可是裡面穿吊嘎 然後就到婚禮現場的時候 人家還說 請問一下你是要來變魔術嗎 很尷尬 對 像這樣照片這樣子 蛤 這樣去什麼婚禮 這樣好像 不太得體 為什麼要露出一點臂膀來 對 因為我們講好的 就是大家穿比較不一樣好朋友 就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說要來一點比較特別的 是有Dress Code 就是說要求 那還可以 要不然一般正常婚禮穿起來 滿快的 這滿像Plaza或是 對啊 對啊 要不然就尋仇搶新娘了 對啊 那還有呢 西西呢 你老公有什麼特別的壯伴 因為我們常 就是還滿常回去我爸爸家 然後每一次回去 因為他可能就是會正經為座 像是在日本那樣子 然後我爸爸就說 你輕鬆一點 這邊就是自己家啊 這邊都是家人這樣子 然後有一次我就跟他 特地跟他講說 我們這一次回去 隔一天是要去幫我爸爸慶生 然後他就說 好 然後我就說 那你記得要帶衣服 他說好 然後隔一天早上起來 希望穿了一件海灘褲 然後穿了一件鬆鬆的T恤 我就說 我不是跟你說今天要慶生嗎 他說 他說 慶生是什麼 我說 那你昨天為什麼不問我 那你沒有講清楚 完全沒聽懂 對 然後他就說 爸爸不是說 就家庭聚餐輕鬆就好嗎 所以他就是穿了一件T恤 然後海灘褲夾腳脫鞋 然後跟我們家的人 你們去什麼餐廳吃飯我想知道 我們去一間就是 連鎖集團很大間的集團的牛排館吃飯 牛排館 吃牛排館 穿這樣怪怪的吧 可是我覺得這樣還蠻有型的啦 如果說 去海滴 去海滴 牛排館這樣是有點怪 牛排館是怪的點